我現在是想爭取爸爸對我的信命 原本我想投資澳洲大報椒 一個豪華度假村練賭場項目 但是爸爸反對我向董事局要求不負 正常, 以你的業績 董事局也不會批判 所以這次我想用私人名義去投資 去證明給爸爸看 我有眼光, 有能力 至於資金方面 我想用我手上優勢10%股權 抵押給你 二叔知不知道這件事嗎? 你知道爸爸怎麼看你嗎? 你覺得我跟他說, 他會同意嗎? 更何況, 我想先解決這個項目 證明給爸爸看, 我說得出做得到 那你想借多少? 80億 你放心, 我衝略估計 10%的優勢股權絕對不止這個數字 是, 但我實際時間 哪有只80億給你? Charlotte, 坦白說 以你現在跟Viuro的關係 或者趙氏可能有興趣呢? 你這麼多投資朋友 你不找他們談? 的確可以這樣做 不過畢竟是我們優勢股權 我真的不希望浪入外人的手上 更加不上你的地址 好, 你寫一些資料給我 我再考慮 放心, 絕對貨真價實 我稍後再寫資料給你 謝謝 你之前和我提過澳洲度假村的發展項目 我在那邊找熟人問過 由於這個項目是連賭場一起發展 所以的確是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而且當地政府也真的在找一些 有實力的國際財團來做他們的合作夥伴 不過你說這個項目是Brian 以私人名義投資 那跟我們趙氏有什麼關係? 簡單來說, 我想以Alpas的名義 借這八十億給Brian做這個項目 但是由於我們Alpas暫時沒有那麼多資金 所以我想把創意方這塊地 抵押給你們趙氏 由你們趙氏貸款給Alpas 由Alpas貸款給Brian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參與這次投資 而是要用一個這麼轉折的方法 去貸款給Brian呢? 因為這個度假村項目不是最重要 我是想通過這一筆貸款 讓Brian把他手上的十個百分之股權 抵押給我 還有這塊地做抵押 你們趙氏也不用承受這麼大的風險 至於我, 因為個人的原因 這十個百分之股的優勢股權 我是自在必得的 這十個百分之股的優勢股權 對你真的這麼重要? 既然這件事對Charlotte你這麼重要 我無論如何都會支持 不過八十億不是一個小數目 好, 我要回去跟媽媽和董事局商量壓 我真的很感謝你再一次幫我 希望我對Charlotte你的投資 將來都會得到合理的匯報 我回去評估過了 這樣吧 用你手上的十個百分之股的優勢股權 做抵押 我用Alpas的名義借八十億給你 投資你的賭場項目 這是你做的最明智的決定 放心, 利息我會計算給你 我可以不收你任何利息 那就是有附帶條件了 在不貸款到期之後 你除了要還本金給我之外 我還想你在董事局宣佈 會轉讓五個百分之優勢部分給我 原來你肯貸款給我 是因為看中我手上優勢的股權 你也有五個百分之百 大發有三十個百分之百 加上Nicky是基金會主席 又可以動用五個百分之百 如果你在我手上, 我也有五個百分之百 現在加上四十五個百分之百 那就和我爸爸這邊壓成零首 我身為丘家的一份子 想增持多點優勢補權, 有什麼問題? 你也會說, 就算我多加五個百分之百 對你們來說也是扯平的, 沒有影響的 更何況, 董事局班人 一直都是看二叔的 你們一樣有決定的 真的這麼簡單? Brian, 我知道你一向對我沒有好感 你走過來替我借錢 應該也沒有其他辦法 我會不會是你唯一的希望?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但我沒說過 等等 好啊, 就按照你這麼說 完事之後, 我就轉約五個百分之百給你 好的 謝謝 媽媽 你怎麼樣? 我幫你, 我幫你 媽媽 我真的想不到, 你竟然騙我 讓我答應借這麼大筆錢給沙律 好嗎? 媽媽, 你別這麼勞氣 你剛剛做完手術就好了, 試試一下 你閉嘴 我打算約Sara吃飯 以心為心跟你說幾句好說話 讓人家答應早點跟你結婚 誰知道你…原來你一直在騙我 完全沒有跟別人提過結婚的事 你也騙得我偷了 對不起, 媽媽, 對不起 我說話騙你是我不對 不過我也有我的苦衷, 有我的口侶 作為生意上的夥伴 我絕對相信Charlotte的削業眼光 作為她的好朋友, 我真的很清楚 她很困難, 很需要我幫忙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男人 我不想把我和Charlotte的感情關係 建築在錢上 兒子, 你自己是這麼想而已 你知道別人也是這麼想的嗎? 你應該很清楚的 做生意還是做生意 太過感情用事, 是會出錯的 這次這筆貸款 我一定要重新好好考慮過才行 媽媽, 你也說過很欣賞Charlotte 現在單單為了她沒想過和我結婚 就要重新考慮貸款 這樣和用錢買老婆回來有什麼分別呢 我純粹站在生意的角度那裡考慮 既然你和Charlotte 都不會有結婚的準備 這次的貸款, 我就要重新考慮過才行 媽媽, 我和人簽了約 現在突然之間反口 那我怎麼跟她解釋呢? 從小到大你都教我 做人一定要有誠信的 好啊, 那我最後問你一句 你到底會不會和她結婚? 趙伯母, 我想你誤會了我之前的意思 我說Rio之所以不肯正面回答 你關於結婚的問題 可能有她的考慮 但其實她要考慮的, 是我的問題 你的問題? 我也跟伯母說過 結婚不在我計劃之中 是因為我想伯母也有聽過 我之前發生過的事 我很難得才可以執行我爺爺的遺願 還有有機會可以開創我自己的事業 我真的再沒時間和精力去考慮其他事情 那和Rio有什麼關係? 是嗎? Rio是因為尊重我的決定 她答應過我 在我的事業未發展到一定的成績之前 不會和我提結婚的事 所以伯母, 你不要怪她 要怪的, 應該是怪我吧 Sharah說的是不是真的? 對不起, 因為我的任性和我的子孜 令你和你媽媽發生誤會 大趙伯母, 如果真的因為 我和Rio暫時不能結婚 而要取消這筆借貸的話 我是絕對明白的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影響你們倆之間的感情 Rio, 你知不知道你差點 令你媽媽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Sharah說得對 難得可以開創自己的事業 沒理由為了兒女私情 擔誤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既然Rio答應過你 在你事業做出一定的成績之前 不會再提結婚的事 我這個做媽媽的 也沒理由要她失信 更何況你還是我的救命恩人 什麼時候結婚 就交給你們自己的決定 我以後也不會再過問了 多謝伯母, 你的體諒 我以後不會再過問了 多謝伯母。 精神